这盘棋讲解是天外非先 2019年的全国香气个人赛 网天一队长汪洋一盘棋 双方是在决赛相遇 走的是先之路 对足底抛 红方先补视 黑方就上吧 到这以后 黑方常规招法是三不虎 他走破巴金斯比较强硬 准备压马 所以红方不能出局 那正常的话就是马三金斯 但是临场的话 这个棋他想斗功力 并没有合适急于走这步棋 这步完全可以 走这个马三金斯的意思就是 我家来拆个炮箱一步 阵型好 实战他日平炮 按照五六炮速去走 这儿他先补个式不让你喘 等你上马之后 他把你冰吃了 对方出去之后他上马 一想吃足他供钱没用 那这儿的话强行上马 这边又吃一个 所以呢 王天一这三步棋 炮八进四 炮三进三 炮三进七 长江三迪浪呀 非常嚣张 王天一看啊 很生气 正常的话应该是进去吃 对方看的话 平炮打 你要脱身吃马 就踩进来 所以在这儿你不能吃马 他拘于吃马看住了 你只能平炮过来挡 这样就可以踩向了 双方对杀 这个棋 红方呢 不落下风 但临场的话 对方这种蛮不讲理的招法 让红方有点生气 就强行切进来了 黑方这个棋也是牵住 不怕你这个绞杀 因为你两个炮还不得一条线 这边没有杀气 所以在这儿也是有惊无险 对方长起来之后呀 踩马就叮住他 红方切进来是必然招法 不然做三斤就尴尬了 接下来吃 没问题 现在对红方来讲 他需要做的就是先把狙打掉 因为你狙还没出来 对吧 你没有必要说急于切进来 这个马的位置非常灵活 进可攻退可守 但是的话 他临场急于一将 到这儿以后呢 是想杀对方 但是这个炮就差一步起 没走到 黑方这个棋啊 推炮打马 非常及时 这个棋确实是有阴无险呀 就差一步就杀了 但是呢 黑方抢先出手了 将红方马可以逼退 正常退回的话 其实他这边可以吃足抢先手 到这儿的话 还有一个上马 跳江的手段 所以呢 一旦这两个马 一个马发力啊 虽然黑方堕足 红方完全有机会抗衡 但是的话 他选择到底下去了 结果呢 你又没吃到足 这个马又被摁住 到这儿就比较尴尬 那这个棋车就飞了个向 想找个机会呢 把狙拿出来牵着对方 结果黑方呢 顺手又把兵给打了 吃着马了 所以红方只能去保 黑方随时可以打 但他并不着急 而是进七足 这样的话 红方自然是上马 他是要跳江吃马 黑方现在进这个足来不及 他可以进老江 这个棋 黑方已然占有了 他多足 那么这儿的话 按照常规思路呀 那肯定是要想办法 把对方这个马给他削了 留着马这个祸害 但是王天一这个棋 走的确实诱然大 他就没有泡在这里 你回不去 对吧 你要回回一边去 所以的话 他就迟迟没有打 那汪洋到这儿的话 就出局了 结果呢 这个棋啊 他给对局了 这样的话 对完之后 就是多足欺负你 然后的话 这个棋就打马 这样的话 他可以退回 红方呢 抢了一个足 到这儿的话 黑方进三足 这个棋你看着 好像要抢对方的足 你不敢 因为他打着马了 这就是啊 人家的高明之处 所以汪洋 正好就退回了 然后准备去抢足 结果呢 黑方顺势呀 练兵给扫了 你不但没吃到足 自己还兵丢一个 此消避兵的情况下呀 黑方已经完全掌握了局势 接下来啊 等待 红方的就是要被围成 回马之后 他就上 你要是一往上跳 他可能支持 打着马 通过踩马的方式呀 现在就给你换子 所以强行换掉一个子之后呀 刚才说到啊 你这个棋双炮马 兵种差 人家双马炮 而且还剁足 所以没有办法 他只能退 但是黑方呀 得势不了人 你这一推炮 人家上去就给你对 你不对的话 你怎么接白退吧 所以呢 红方也是没有办法 情况下就换了 双方对掉以后呀 这个兵种是一样的 但是黑方 这四个足厉害 红方到这儿 选择平炮 赶快抢足 黑方这个棋啊 点一将啊 排山倒海 打相 飞相之后 上马一蹬啊 踩中相 对方也顾不上 正常的话 可能需要知一个事 强行去保住相 但是临场他又不愿意这么走 担心上马一踩炮 你炮一打 把这个炮吃了 将军啊 你要是顶的话 人家这足就过去了 所以对方 在少兵的情况下呀 也是拼了 决定就把这个打了 那这样的话 黑方就顺势切进去 想打另外一个足来不及啊 打着底相呢啊 现在是闷弓 知识打马也不行啊 他这里正常是跳马一将 但是他这里算准了 打相一将之后 有一个上马 现在扶有一个推炮 王国杀棋 你还是来不及吃足 所以没有办法 到这儿就逃 然后这个炮一将 对方呢 知识啊 然后这个棋就甩炮过来 他是要退回之后呀 闷弓 所以呢 必须得挡 这时候他巧用这个炮做架子 这个小足球啊 冲过去了 这些下的确实气人 啊 你又不能踩 然后的话 这个棋他下 这里的话 他又推炮回来 准备平炮 这些走得非常顺畅 要叫杀 对方就有挡 因为你要知识的话 他一拱炮 这平炮一将 可能是一个平足杀 所以他苦顶 炮进一步 虽然还可以将啊 但是位置呢 并不是很好 那么如果知识啊 还是担心被利用 所以的话 他就损行退一步打满 希望被对方赶走 啊 因为 红方子少 黑方子多呀 所以红方是不希望换子的 但是黑方这期就欺负他 啊 将军叫杀你 非换不可呀 换完之后呢 而且你一吃 他退炮继续杀你 你想吃猪来不及 啊 对方也只好有知个事啊 不再被他利用 看着将军可以进去了 然后呢 这个足平过来啊 吃兵 红方正常是要冲兵 但是你不敢冲呀 一将还打着嘛 所以王安之奇相当憋血啊 他只能先跳一将啊 然后再强行拨兵 到这的话 很明显啊 对方三个足一个兵 那 肯定打不过啊 而且缺打相啊 就是他苦撑了这期 黑方则是足死心啊 严刑逼供 就问你招不招吧 到这抓的事啊 确实尴尬 他只能平平隔断啊 找机会想走一个 推炮杀对方啊 那么黑方则是 退马回来先抓事 跳着将 五方只能先啊 调整 这时候退回又踩着兵 你想推炮根本来不及 那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正常就是要下兵 实战他是回马 他这个棋的意思 主要就在于啊 担心对方有一个 推炮回来将军的棋 守住不让 然后呢顺便吃足 那黑方就冲足了 虹方是退回啊 这儿的话 守住和虎不让你过 所以是要将你 这算顽强啊 黑方则是上马 看着不让你将 仍然要过 没办法 他这棋就平一步 他要走的就是啊 等你过足啊 炮弃金二过来啊 打足偷杀 先把这个足小掉 那这儿的话 王天一走的是甩炮 啊 你还没过来呢 我这边先可以回马将军看住了 那这儿的话 你敢一过来 我还将把你冰吃了 所以这个棋确实是啊 没机会出手啊 先能憋屈 那虹方这棋就下兵了啊 至少把兵先避开 找一会进炮偷杀吧 结果呢 黑方又推炮回来了 到这儿啊 虹方挡住 黑方就回马一箱 那对方这个棋啊 下去之后 黑方进了个足 到这儿啊 虹方就不走了 因为这个棋确实也不好走了 然后两个人就静坐在那里 啊 你望着我 望着你啊 最后等待了超时 事后呢 网友起了一个外号石 望不走啊 这个棋 汪洋也确实速度憋屈 啊 心有不甘 啊 有所怀疑也正常 王天一这盘棋下来 却是完美啊 汪洋这盘棋 主要是那个马 功能太猛了啊 切进来之后呢 半天回不去了 啊 最终被困了 那这个棋再往下走会怎么样呢 比方说这个棋你要将啊 他这儿吃掉你 现在这个炮三足啊 你马单兵肯定下不过 所以这最简单一个思路啊 所以他就不走了 还有个思路就是 退回啊 这招棋呢 就是硬老将军会怎么样呢 黑方先一讲 你没机会出手关键 你上来是马后炮 你进来的话给你一讲 知识的话 这边开始杀你啊 那就出去边 再来一讲之后呢 他刚好退回看住卧槽了 将军化进来 即便你放中炮 他马退回啊 刚好可以防守 你兵如果下来 他这个炮一甩开 走到一半走不动了啊 即便你把这个箱砍掉 想杀他啊 其实他这个棋可以出来 刚好可以回马解救 你杀不死 所以这个棋啊 进退朗南啊 万一看确实没发下 随着这儿走心就不动了 就静坐对抗 最终的话 这个棋啊 是超时输了 那这盘棋啊 往天一获胜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好